欢迎收看龙哥的特别解盘节目 我是千涵 我是忠哥 节目开始前想先请大家帮我们按个赞 最近龙哥为了帮大家找股票都感冒了 所以请你们一定要按赞来安慰一下龙哥 他最近帮大家找到什么股票 首先就是上周我们一直在讲的先进光已经获利50%了 今天的宜特也涨停 宜特有涨停吗 宜特有涨停 对宜特涨停 龙刚创高 你看看这些股票都是龙哥不眠不休 甚至在电脑前面睡着 为大家找到股票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按赞 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没有加入群组的观众朋友 赶快搜寻小老鼠BPA5820H 就可以加入龙哥的LINE群组 最重要当然还是龙哥最近盘 我们看还没有加入群组的朋友 你要对他说什么 请帮我按个赞 赶紧加入 你就会掌握到非常多的腰股 因为这是总跟晚上悬梁刺骨 这边穿着四脚步 这边帮大家找内裤找出来的 对 这边一定会帮大家继续努力的 所以一定要把我们按个赞 没错 那接下来龙哥你不是有一个slogan吗 slogan 你的老伴 老伴是不是 其实我认为交易路上你一定要找一个跟你频率非常合的人 你才有机会在这上赚到钱 那为什么这么讲其实每个人都会犯错 那如果旁边有个人可以提点你的话 对 其实你可以少走很多愿望路 那龙哥相信我是一个最佳的那个角色 因为我们曾经在券上造势活动中 真金白银拿自己的钱出来输赢 全省获利第三名 所以你走过路我都遇过 我相信我可以帮大家解决任何的问题 所以请大家赶紧加入我们 没错 而且今天是三八复旅节 龙哥开团了 大家你知道三八复旅节就是要买金评股才可以赚大钱 赚大钱继续买金评股 所以看到影片的观众朋友们 别忘了拨打0277251500 就可以索取金评股行路咯 但是如果你是在下班时间看到的观众朋友 也不要担心 影片下方有表单连结都可以填资料索取哦 会有小帮手打电话给你 所以下一档先进光 下一档荣钢 下一档仪特在哪里 赶快拨打0277251500去索取哦 但是龙哥 我们讲完这些金评股还是要回到大盘了 像昨天鲍尔他放了一个大鹰 他就说我们要升三月可能会升粮嘛 会不会等到FOMC会议真的来了之后 后面就崩盘了 其实投票我们可以看到美债之旅 其实他不是在昨天才往上涨 在先前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往上创新高 但是这个聪明前却不认为说 这边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其实先前我们已经有曾经跟大家聊到过了 我们终将往升息循环的终点前进 那其实利率跟通膨对行前影响会越来越小 取而代之的是企业的获利之影 那目前来看的话其实经济仍然是非常强势 这边说穿了除了通膨压不下之外 其实联储会还要往上升息 最主要因素是什么 经济还是非常强势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先前也有跟大家聊到 今年的行情其实指数真的不是重点 那请大家把重点放在个股上面 如果说你把指数看的太重要 那我认为你今年就白打了 就很就不用玩了 但是如果你把重点放在个股产业上轮动 我相信仍然是可以赚到钱的 那这边殖利率我们帮大家补充一下 如果债券殖利率有来到6%的话 中科这边会进场的打加码单 那债券的部分呢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讲聊 我们先来帮大家解今天的盘事 对今天台股是小跌的 对那这是我在10月23号 就是去年跟大家聊到 就是利率跟通膨对行情 真的不会造成这个行情有太大的变化 那我认为短线上的急刹反而是 波段的一个好买点 为什么呢 我们这边来看到这NASDA走势 其实你可以看到美股走势 大概就是一样是 维持在一个区间震荡 那台股也是在一个区间震荡 直到昨天才开始往上去突破 形成一个上升轨道 那请大家帮我看一下 红色框框框起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这个年线的扣底值 那你可以很明显发现 年线扣底值呢 也要开始往下扣底在相对低档 而且也要加速往下扣底 这代表什么样的含义 年线会开始走平 甚至转为一个上扬 那你有没有对宗哥这段话非常熟悉 有啊 你上礼拜一直在讲 对 我们在2月20号一直跟你提醒 这边年线会开始走平 甚至转为一个上扬 那当季线往上交叉这年线的时候 其实行情会越来越热闹 那这边要去打空单的话 宗哥建议大家 真的要小心一点点 因为这边打空单其实我认为是蛮危险的 而且接下来要农券强制回普日嘛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追空可能逃不了太大便宜 那当然如果说你是极短线的 那当然是另当别论嘛 极短线有人抓葛日冲转折 抓得非常厉害 那这个我们就是祝福他 但是我们如果是就有一个 很难去预测 因为有些人就像上周我们提到滑行 对 从那个走势你其实看不出来它是要向下跌 对除非你是有你是特定人 或是你是 有内线 对或者是你在猜头觉得说 这个是可能是头部 但是我们怎么看都不觉得它是一个头部 对 那果然在昨天就反弹上来 今天大概就是小红小黑这边震荡 那同样你要去想的是 如果它在往上涨一根的话 那你头部就晕倒了吗 而且在往上涨一根 如果又遇到强制回补 哇这边不得了 这边是 人家有一句话是怎么讲 这边嘎嘎 嘎嘎 打到外太空 对 就是你可能被嘎爆了 那所以我们会记得大家 这边真的不要急着去进场 做追加去做办公 你要反而静下心来 短线上的集点 反而是波段的一个好买点 那另外我们这张图呢 也常常跟大家来做说明就是 崩盘呢 不会发生在升息循环的时候 而是高利率维持一段时间之后 经济的承受不了 它才开始往下跌 那到底经济会不会软着陆 还是不着陆 或是硬着陆 其实只有时间会知道 那我们只要跟着资金流向 照着形态来打单 那现在来看的话 资金 资金持续在流入 内股在成长 是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形态就是维持着区间震荡 那今天收缴 收缴其实上升轨道就没有破坏 所以请大家不用去预设任何立场 真的有风险的时候 你只要紧盯着我们的群组 或是影音呢 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做说明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时的2007年 2008年 大家都认为 子律导化经济会出现问题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他还硬是走了两年的 整整大波头 而且中间还有创新高 那这个你要说什么 如果说你这边去打空淡化 就根本赚不到 而且还赔很惨 你可能会被嘎到 那我相信你被嘎成这样的话 你后面那一段 其实你也赚不到钱 所以不如跟着我们好好照着形态来打扮 那这是我在3月8号 今天群组盘前提醒的跟大家聊到了 我们跟大家提到 从投信的进出来看的话 我认为3月的作战行情仍然是有机会的 那这边我们也跟大家再次强调 短线上的击杀 才有颇段的一个好买点 原来上我认为 今年都是真的看个股表现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网上贵买是 贵买是做一个收缴 而且甚至是翻头 这代表说投信仍然是很用意的 在护台股 那内资仍然存在的情况之下 请大家就记得找个股大去做操作 好可怜 赶快帮大家按个赞 看到这里赶快按个赞 我可以喝杯水吗 不行你要继续讲 那这边还没加入我们群组 还是要赶紧加入 那你可以看到 这是在我们在3月3号 跟大家提醒的 那其实这个观点 我们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来帮大家去做复习 做叮咛 所以我相信这一波 你应该或多或少都有赚到钱 那回过来看 加权指数 其实就是走一个盘整的态势 那今天收缴 其实上升回到没有破坏 那短信上 依然可以看 这个1月30号缺口 只要缺口没有封闭 我们都可以偏多看待 所以请大家记得 3月4月年线加速COVID 那这边真的不要去打工单 你反正要去留意一下 有哪些个股突然回来 反而是个机会 因为这边我认为说 短线上的击杀 我们过去常常跟大家提到 我们要试着跟利空当好朋友 因为利空会帮我们筛选出 下一波的主流 所以大家要把握这样的机会 那可能今年行情 就是你如果真的是很害怕 就错过 你就是要跟着龙哥 真的会比较安心 因为真的今年这就是好做啊 还是龙哥觉得很简单 我觉得今年会比去年好一点点 对 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好好跟住 我们看到这个先进光 对 这样就啪啪啪啪 获利50% 而且其实龙哥上周就一直在提醒说 他可能会看时间进场加码了 对 所以其实龙哥都有在照着 他讲什么就是会做什么 龙哥没有在骗的 对我们这种好蛮人 这是打的灯笼都找不到了 没错 对说一就是一 所以这边老婆你要 要跟老婆喊话好突然 借这个机会 这边好好好 我们赶紧快好了 那这个336的先进光 其实今天有出现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震荡 那有可能一些短线客 可能是急着忽略下车 因为发现盘不是很好嘛 那毕竟乖利也非常大 但是这种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我们这边都还没有跑掉 一张都没有卖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这边已经获利50% 其实我们只要守一个停一点就可以了 对 对 如果说今天破了无日线 那我们来做获利调节 当然是很OK嘛 对 但是今天连破线都没有破线 那我们为什么要急着出场呢 所以我认为说今天10点半过后 这个下山 可能会把一些福尔给洗出去了 那尾盘这个做的收脚 我们认为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可以盘后看一下它的筹码 那盘后筹码如果说没有 外资没卖 头戏也没卖 那我认为这只是一个短线上的洗盘而已 那重点来了 请大家特别记得 我们先前跟大家聊到 腰股呢 它绝对不是一波到底 中间一定会有震荡的时候 所以还没有上车的朋友 量缩震荡 拉回没有破滴 就是大家的一个好机会了 那至于说怎么上车 我们这边不得不再拿取我们的小盘子 对 现在呢 赶快拨打0277251500 就有专人及时为大家服务了 或者是你可以加入龙哥的群组 小老鼠BVA5820H 龙哥有任何问题也会回复你哦 对那其实我们真的帮大家追踪非常久 从产业的变化 我们发现它已经开始在做直变了 如果你有追踪我们的话 我相信这50%你绝对是赚得到钱的 那除了这个刚刚聊到先进光之外 其实你可以发现 我们总是可以帮大家掌握到这种 延续性往上跳空涨停的腰股 那134的八贯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惯性 那八贯跟先进光 其实两个是一杆子打不着的一个产业 但是为什么还是可以将延续性往上涨 产业发生直变嘛 就是当它营收开始出现跳跃式成长 那自然会有人进来帮帮我们追逐帮我们抬轿嘛 对所以你要去发现的是 有哪些个股开始发生直变了 那我们先去跟大家听到 今年复苏年 去年很好了 今年可能不会太好 对 但是去年非常差 今年发生直变了 股价很有可能就是随便就翻倍 随便就50% 哇 所以你要把握这样的机会 真的 对 所以赶快拨打我们的02-7725-1500 下一个翻倍股就在等你哦 不要再犹豫了 对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要升的已经122% 对 那这个今天是有在创一个新高 大概是创高就稍微做拉回 那我们能够说这个走势 没有必要提得出吗 它还是一个多头走势嘛 那既然是多头走势 就不用去预设认额立场 所以可以发现我们从八贯 从这个耀胜 从这个新进光 为什么我们可以帮大家找到这么多 获利50%以上的个股 那是因为我们晚上悬梁赤股 帮大家找到这些妖股 当然也有这个原因吧 对 那也是看了很多报告做的产业研究 对 所以你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群组 更重要是就是赶紧去看 小老鼠BVA5820H 那药山我们是 其实在古墓基边也有提到 聊蛮久了 那甚至1月营州创高个股 我们这边也有跟大家分享到 那其实这里面非常多的妖股 包括什么 龙钢 龙钢其实最近也是非常妖 还有3293的新象 其实今天也是往上涨 也是准备要再创高 那众哥这边是有打这个新象这个全震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 营收创高了 它股价才有机会往上涨 那现在已经今天3月8号嘛 所以3月10号过后 我们会再帮大家分享 2月营收创高个股 所以请大家要留意我的群组动态 那龙钢昨天涨停板 今天是持续大涨 那我们这边的短线获利 就是来到18% 今天留上一线要不要紧 我们认为也不用太过去在意嘛 因为成本拉开之后 我们只要手停一点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热钱 热钱充现资料里面的个股 还没拿到 也请赶紧赶紧打电话进来 那我认为你 我们现在都已经在下一波金平补了啦 对 没有这个我觉得我的资料就是这样子 保值期很长 对 只要资金持续流入 这个股价就有机会持续往上涨 所以拿到就是赚到 你现在打电话进来一次拿两份 哇 多划算啊 真的 所以要请大家赶紧把握 那热情充现里面除了龙钢之外 先进光也非常要 那还有哪些 甚至还有哪些金平股呢 请大家要赶紧把握时间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周跟大家解录了 这个326的这个台兴科 我们跟大家聊到 资金有跑到封测现象 那台兴科就是昨天涨停了 今天持续往上大涨 那其实不止台兴科 对 其实今天封测的族群表现 都是算是非常强测 包括2329这个华泰 他也是往上去做一个大涨嘛 是 所以封测族群 我们认为后续呢 你仍然可以去做留意了 那另外就是拉姐 帮大家找到这个LED 这边让你炫耀一下好了 我找到股票也是 因为平常都是跟着龙哥在那边停 所以其实能找到也是龙哥的功劳嘛 对对 我这边也要赶紧邀功一下 其实我有帮大家 对 再复习一次 对对对 虽然LED族群今天来看的话 还是非常强势 是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一拳 李中 或是爱迪森 爱迪森最近也是非常强势 所以整个族群呢 这边是逆势强涨 那这也很符合 我们先前一再跟大家提醒了 是 资金流向 对 非常重要 一档股票 基本面再好 资金没有流入 股价就是不会涨 没错 那如果说资金有流入的话 其实站在风口上 猪都会跟着飞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LED个物 其实没有什么赚钱的 那有些没有什么赚钱 为什么可以跟着往上涨 就是资金流入形成一个族群性的行情 所以要请大家好好追踪一下 后续的一个变化 那另外我们跟大家聊到 这是宜特 宜特的今天亮灯 公道这个涨停板 那为什么我们会去超出到宜特这档股票呢 其实我们先前跟大家提到 是高档顿化 剑腰股是铁绿 所以当股价形成一个高档顿化 在亮缩整理的时候 其实股价很容易怎样 资金进来轻轻点火 它就往上喷出去了 所以3289的宜特 我们今天扎扎实实赚了一根掌停板 所以我们盘上有非常多的机会 那或许跟周哥讲说 这些我都已经知道了 那有没有什么我们不知道了 当然有啊 就在我们开团的388妇女节的 给大家最高级的服务 买精品赚大钱 赚大钱还是可以继续买精品股 对对对 那比如说这档 那这档我们就稍微盖牌一下好了 那我们是买在前天的时候 那买在前天 其实你可以看到 股价也是非常腰 那就连续性的往上涨 那虽然说没有涨停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目前也是赚了10% 那现在也是呈现一个高档动画 那请大家要赶紧这样跟上我们 到底是谁 对那如果你说 涨10%我不要 有没有那种还没起涨 也有 有有有有 赶紧的来索取这份精品股 你一定有机会可以跟着我们赚到钱的 到底下一档先进光是谁 下一档 以特是谁 下一档 八贯又是谁 赶快打打电话进来 我们027725 1500 我们的38购物节方案 也不是38购物节 38妇女节方案 就是在那边你要赶快来索取哦 当然如果你是在下班时间看到我们的影片 你就赶快点开我们影片下方的连结填表单索取哦 会有小帮手打电话给你的 那还有最后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直接加入龙哥的LINE群组 小小鼠BVA5820H 龙哥有问题都会及时回复你哦 那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你